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由花莲县吉安乡圣南宫所举办 为期九天八夜徒步妈祖反腐禀报的活动 16号是抵达了台南的正统路尔门圣母庙 由花莲县长徐真伟 立法委员傅昆琪以及圣南宫主委吴建志 亲自恭送路跑妈祖回团 并且直交寝室路尔门妈祖决定住太平洋的大使妈祖 最终是派任文管三妈来护佑东台湾 新闻学生表示 自从108年路跑妈祖首次抵达花莲 让花莲深切感受到妈祖的慈悲 随后在109年文管三妈再度领花莲 并且住驾花莲生囊工整整三年 在台湾面临挑战的时候 陪伴大家度过艰难的疫情期间 感谢吉安圣南宫主认为也无见智 以及圣南宫全力同学们不持细劳 走过9天8夜 将我们管三妈安全送回 由衷地感谢台南正常路尔门的圣母庙 屈膝每年都有妈祖驻守东台湾 与联系当地社区的信仰以及向心力 再次感谢王主委 还有我们的圣母庙 愿意让文管三妈来坐镇在花莲 我们也祈求未来 我们的圣母庙 每一年都有一尊妈祖 能够坐镇在东台湾 护佑东台湾 以及宁洁东台湾 我们的神奇的力量 守护住台湾太平洋 这个第一县 所以在这里 郑伟再一次感谢 我们的圣母庙的所有的 无论是主委或所有的委员 发心 让我们有这个荣幸 能够接待圣母庙未来的妈祖 来到花莲来镇守 六月福根捷表示 花莲不再是后山 而是台湾的靠山 有风有雨都从东部登陆 也因为文管三妈道 花莲乡亲结缘 让国家平安 对花莲圣男公 这次步行九天八夜 走过五十八间公庙 深受感动 来保护过的台湾 修护我们的太平洋 让我们的国家平安 让我们的国家 国家平安 我们的乡亲 可以安静来露燕 今天再一次 我也很感动 来所有 来花莲竟然 这些技术灵魂 这些志工 逐逐九天 这天早四十几公里 三百七十三公里 还有拜访五十八斤公庙 你实在是 花莲人的光源 我们使自己先承认一下 好不好 如好 妈祖 防御正同洛门 圣母庙 由王贼隆主任委员 率领十三个委员 监察代表背香案 隆重接待 尽被四点凤香 禀报 恭敬敬品 文承述文之后 由县长徐正位 立委夫坤奇 拔杯选择首任的大使 妈祖 王贼隆表示 正同洛门 圣母庙 正式派认驻太平洋之大使妈祖到花莲圣堂宫庇佑万民 为了每年有太平洋英方反复禀报 在临选派认大使妈祖将成为每年东西两岸最令人期待的宗教盛事 记得讲询,台湾是报道